那接下來我就不夠說 我非常榮幸邀請到農藥毒物實驗所的玉琳朗 玉琳博士 玉琳博士是中心大學製品系系統出身的 他其實本來是個非常優秀的研究人員 但是這三四年來 他把他的青春奉獻給農藥延伸實驗 所以解決了很多 就是我們在一些作物上面 很多病從來沒有防止要去做遺控 我們是不是用這類的掌聲來歡迎玉琳朗 謝謝 謝謝玉琳市長介紹 各位市長還有各位前輩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陳盟理事長的熱情 邀請說我一定要就這方面做一個報告 那其實 這個整個制度聯同其實還是跟理事長有關係 因為他當初在當那個總統會 環節疫情企劃的評論的時候 對我們非常多影響 可是大家要很清楚的認識一些事情 就像我們在做研究一樣 你有一個什麼假說 你有什麼影響 你要通過時間去驗證 然後你要去執行 然後到最後一節 看看能不能來驗證這個評論 這樣說 就花了好多時間 還有各位很多長官的支持 我們在發了一個同意的制度 他制度下來 然後面對他事情 所以這個不是我個人的 這是一個反對的工作 還有很多長官的支持 我要特地在這裡說 一下大家也會 那今天 如果同樣的延伸使用對我而言的話 因為一直常期待執行這方面 就是很多專家 還有小股先生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今天把 他當初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用了哪些工具 從你論上面 從史詞、史詞、史詞、史詞 那來講的 他原則是從現在應用的層面 那我故以來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 讓他做更好的 那整個原因就是因為 原因現在農藥的使用的話 他其實也跟自己講起來 他要受到農藥管理法的一個 別選 所以你任何的一個使用的話 就是必須在這裡面去使用農藥 那農藥的登記的話 就是屬於廠商的權利 這是在法制上面的各領 那使用方面的話 農民有需求 所以你在登記跟需求上面的話 你什麼樣去平衡 那政府它是一個管理部門 它面臨的話 就是對農民的一個補浪協助 以及對廠商登記上面的一個補浪協助 所以你什麼事情改善 那另外一位說 那另外一位說 讓這些病態在快速的 就是在蔓延的狀態下 它能夠得到一個設置的作用的話 那通常來講的話 化學農藥是最快的手段 它收效快 所以也利用很多公務預算的經費 就是所謂登記它所需要的檢驗實驗 那各位前輩很多都發言 就是農藥檢驗實驗效果的 所以很清楚這裡面的一個行動 但是 農民用的藥它有什麼樣的反應 它通常就是說 我沒有藥可以用 那沒有藥可以用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它用的不很小 一個是說它上面完全沒有任何登記的農藥 可以讓它用 它都沒有用的用藥 所以它為了確保它的生產 能夠保持下學 就所謂產生所謂的迴規藥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因為農藥使用 要受到農藥管理法 又有可約數 那 你被查到的話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一個管理就是說 現在登記的很多藥都沒有效 所以我用的沒有用 所以我想辦法要確保的資產 它又去迴規 變成在這種狀態底下 因為我們政府的 是一個講情理法 它法是一個對中的一個界線 所以它是尋能農藥登記的制度的話 很慢 因為當初的規定是一個座物 就是你一個農藥的話 你如果要在一個座物上面 防止一個害物的時候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去登記 假設說我這個座物 我有三個座物 同樣都是一個 異病去引起的一個平和時候的話 你要登記三場 你要做三場的完整的體驗實驗 你才能獲得這三個座物上面的 異病一個登記案 這是最早開始的一個制度 就是一對一 在當初就想說 這樣實在是很浪費 很浪費 成本上浪費 時間上浪費 還有政府它的支出很多成本 所以是不是可以利用一個 循著科學證據的話 能夠延伸使用到其他的法座使用方法 這是當初最早倉意的一個情形 那在這種狀態底下的話 在208年的話 農委會的主任委員 他就指釋下來 因為他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農民接到來 坦定說我沒有藥可以用 沒有藥可以用 那他必須要面臨這樣一個 實務上的問題 解決農民用藥需求 那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問題清理法 那你變成是說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藥 他一定有這個病態 或是有這個害物 或是有這個蟲害發生 你才會用藥 而不是無故的去用藥 浪費食品 這個環境的一個危害 然後用藥之後的話 你農產品上面的安全代表一點 也就是說 你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 都是政府要管理的 那政府距離中間再去調和 再去協調這方面事情的話 那你需要做多方的考量 所以當初的指示下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用藥所去炒 這整個農藥女生使用 範圍的一個協制 尤其是 以現在國際上 最常使用的 作物分泉的方式 下去連了說 我們農藥登記 是不是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那區裡面的話 他就送證就是說 就政策面 就是把字面上面 一定要要怎麼樣做 才是對的方式 去要求 那所以就這個農藥女生制度的話 我怕這給你講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共派完之後的話 2008年4月 我們所裡面的高所長 高所長就指示 我們當時的隊伍所長 就是召集我們所裡面的團隊 因為我們所裡面的團隊 有農藥的 有脂肪的 有毒藥的 有水生物的安全 全部都是集中在我們所裡面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就我們本地所有的 作物跟害物 要去進行收集 然後看到防治策略 現在目前的變化形勢 然後在參所 現在國際上 剛剛所提到的作物分情 它分情的意義在哪裡 以及一些實驗設計 因為當初在文化田間實驗的時候的話 就是廠商他申請一個實驗的話 是委託政府把它做 所以政府就分派到各改良場所 或實驗機關 或是學校老師 請他們協助廠商去做完這些田間實驗 那這時候 因為要 就是說 政府是基於管理的部門 不能再求延間裁判 大家知道意思嗎 就確定這樣 實驗是我做的 審明是我的整 我審的明是我說了算 如果要打破這樣 法官公司 一條龍的一個制度 狀態底下的話 就切割了 就是說 實驗去廠商執行的事情 然後他去找答案的路 然後回頭的實驗檔會去做 然後政府只負責管理 跟登記審查 這樣就好了 這樣才不會說 又不會誤會說 我們一定會拿出來 然後九 再經過四五個月的一個 裡面 內部不斷的諮詢討論的時候 在九月份的話 終於把一個草案 請學界上面提供專家意見 然後送自議會 而自議會他審查的時候 的話有很多意見 所以在十月份的時候 又在自議會報告 還有別人 接著在各著學會 比如說包括中華農亞學會 台灣植物區保護 公園同學公會 中華農民國知物品學會 我們總共不同的人 在這個小組裡面 不同的人進行市場報告 還有兩次的話 就交國內 國外在台灣 有登記要記的廠商 一起進來 就這整個制度的內容 新制的內容 提供預先 做修訂 所以從2008到2009年 我們總共算了一下 光是內部跟外部的計 會議的話 就能超過三十七十以上 然後在終於在2009年 3月31號 紅號 紅號田間試驗評測 也就是說 廠商自己做實驗就好 這我們只負責審查 但是為了避免 說 我廠商做完實驗 然後你審查 這又不通過 所以他們變成說 又把 紅號田間試驗的規範 給他寫下去 目的就是說 你只要依循科學上面 一些重要的原則去做的話 通常在審查過程中 不會就你實驗的設計 提出疑義 只就你的實驗的結果 提出疑義 也就是說你要好就是好 你做防治就是弩弄防治 我們在那個 然後因應這樣一個 要把藥劑的最大的效率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我如果三個作物上面的疫病 用一個藥要去登記的話 我要做三場實驗 我是不是只要做一場實驗 就能讓這三個作物上面的疫病 都可以使用 也就是我把藥劑的效能 給它延伸出去 這就是把它裡面說 可以做延伸的一個 你要做實驗的話 你要參考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底下的話 你做完這個實驗 只要它的那個 要效果和安全性有效的話 那一旦通過 通過登記審查的時候 就這個後面的所有群組的作物 相同地盤就可以使用 是這樣把它的藥劑效益幫它推大 那它的根據是什麼呢 其實它根據是原於2005年 除了說裡面 長官們的一個指示和感受之外的話 其實在英國上面 它有一個DSD的當中 它提出來了一個講說 就是說 他們在國外也是面臨同樣問題 因為廠商登記是廠商的利益 所以它登記會登記在哪裡 一定是在它的主要作物上面 也就是說 它賣的藥越多越好 因為它投入研發成本 所以它一定是投到主要作物上面去 那長官說怎麼辦 沒有人要登記 那沒有人要登記 它面臨管理商務局 如果有病重害發生的時候 病重害它是不會認你說 你是主要作物 對人類來講 是經濟上面是主要作物還是實用作物 它不會去認你這個 它到處吃到處危害 所以那時候 它每次因應這樣有問題 他們提出一個建議 然後這個假如過來很廣漫的隊形 因為你要知道 他們各國入很多國家 這裡面的針對就是 the minor use 或者the minor crowd 也就是少量作物 不是少量食物 那因此在世界各國 我們現在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各國上面 它對於主要作物的一個認知的問題 因為少量作物實在是數量很龐大 比如說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食物 會產生的一些果實 現在你要吃 以前有的叫榴槤蜜嗎 沒聽過 對不對 但已經進到台灣 但是榴槤蜜 跟對於其他果素 像芒果來講 相較來講 它屬於少量的 所以榴槤蜜一旦已進來 黃英國一旦已進來到國內 沒有任何要去檢查 農民在管理上面 會招待大人 就不要去造成民怨 因為我剛講 政府它要先顧各方面 所以我們要 少量作物這麼廣大 它怎麼樣 我們用台書法 我們先定義主要作物 後面不屬於主要作物 都是屬於少量作物 用這種模式的話 日本現在的計劃 就是年產30萬噸以上的作物 或是3萬噸 到30萬噸之間 但是每天的設置量在1%以上 它用這樣來定義它的主要作物 只要補合這樣的話 就算在日本裡面是主要作物 美國用公頃數 30萬英姆 半算大概是12萬公頃 只要超過12萬公頃以上的作物 它認為我們就是主要作物 那英國呢 英國查老半天 它只有明定這幾代 比如說 油菜 當中那個油人 然後牧草 鹽菜 馬鈴薯 飼料魚乾豆 它就明定這幾代就是它要 所以每個國家 它對於訂定主要作物 是有不同的要求 那我們國內呢 國內的話 就當初受理 要辦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就奉派去搜集 國內官方上面的農業統計報告 整理了將近10年的報告 好像10年報告 請我們當初的組長 就是現在的副首長 傅里夫博士 他就是糾正裡面的話 他依據他的均值行 提出來就是說 不要說如果是在2千公頃以上 在近三年的產量 他生產面積是2千公尺以上 或是他的年產值是在5億以上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一定要納入 成為主要作物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的話 就形成了64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就是已經公告在法規上面 承認他是主要作物 我剛剛有解釋過了 因為很多藥的登記 都是廠商的權益 所以他願意登記在主要作物上面 少量作物他都不登記 農民你種子面臨的問題 尤其台灣我們都那麼密集 然後種子面積又是非常小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的時候 這個少量使用我們要怎麼去進行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來講 在沙井區的部分的話 當年英國他們 針對歐盟的少量使用 他們舉出來講說 我如果相同作物底下的話 又相同定態的時候 或是相類似的定態 或是不相關的 或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怎麼樣一個貴納的一個模式 他依照這種模式下去去 那就是專家判斷 所以他判斷出來的話 我們還可以隨便舉個例子 像韭菜的液定 他就可以說 你只要韭菜液定上面有的話 顏值上 你在那個洋蔥或是一些 其他的蔥殼植物的話 你可以不要做液定的藥植物 可以當然在上面試用 這樣是不是把藥劑的功能 放到比較好的一個範圍回去 還有其他案例 那比如說蟲子的話 他們就依循這樣的一個邏輯的思考 就是說我如果是 防制同一個作物上面的 不同害物的時候的話 這不同害物 他們之間的習性是不是一致 比如說他的取食的模式 比如說他七型的模式 因為我本身不是跟同事畢業 我跟我同事混久了 大概也知道一些 他吃什麼嘛 他怎麼吃完 他用咬的 用刺的 用吸的 還是他躲在哪裡 躲在業背面 還是在業表上活動 還是躲在花氣裡面 所以這牽涉當於 後面整個用藥的一個指示 還有藥劑種類 它的困境 比如說他有氣縱性 或者是接觸性的話 那這牽涉到說 他能不能讓他人生 所以他們的邏輯思考 是將有提 然後從此會不會 一定不會跑 所以這方面邏輯 會有一點差異在這 讓他們的案例 很清楚的看清楚 像這是黃條葉棗 黃條葉棗的話 他是 如果是黃條葉棗 要提到所有的黃條葉棗 同一數的話 再從那個蘿蔔畫 就可以到很多實質化 和素材方面 他都可以讓他去延伸 這是在歐盟 他們提出來的時候 的假說是這樣的 那出潮的紀念 又不一樣 邏輯思考又不一樣 他很簡單 你的測試的座樓的話 如果是屬於盟前 或是怎麼樣 或是盟後什麼樣的時候 他是不是可以被配你出去 他有不同的一個模式 在不同的案 也是一樣 整個案例 例如思思科 本疑科 局科上面 如果OK的話 這邊你做過實驗的話 後面都可以用 就是用這種方式 把藥劑的功能 和他的效益 放到最大 那在這種狀態底下的話 也有說不成立的案子 比如說好了 像 在草莓上 我都沒病 他們認為就不適宜 在其他的蛇莓 或其他的東西 他們認為不恰當 公司那個地方 有一些考量 他們認為 那有些也是沒有原因 不曉得原因 他就說 我沒有no comment 但是我認為 我現在不予採用 然後 其實當控制他們 限縮得很厲害 那在草類方面的話 他也有些 比如說 在農衛方面 他們的經驗就是 你如果從這邊 食術科 要被演到其他的話 那是更多可情 因為那邊的抗藥性 或是其他的因素 那個藥性就很喪失掉 所以就不建議 這直接是不中 你就不要先 所以當初是 這樣一個情形 那我們呢 我們難道招操嗎 不可能 因為我們國內 有國內的一個 基本模式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農耗野生食物範圍的一個制度的話 他一個很簡單的觀念就是說 我一個害物 包括病從草 他危害的範圍 如果有這麼大的時候的話 我難道要去防止同樣一個害物 像同樣一個害物 可以防止這麼大的範圍的狀態 你叫我一個一個要 要去做嗎 我們剛剛講說 是很浪費成本 時間成本 能力成本 所以我們就是 依據 在於御群鋼的觀念裡面 我是不是也做出一個代表性的實驗 從這個這麼多的錯誤的範圍裡面 那危害的技術範圍裡面 我挑出很典型的 只要這邊如果能夠OK 通得過的話 這要效是可以的話 我後面外面這一圈 橘色外面這一圈 我不要做實驗 我都讓他登記通過 那所以說這樣講起來 喔專家責任就很重 他說yes 那個時候就不動 那這在法上面是不允許的 你說那我們之後在一邊 局裡面在政變的時候 我說可以啊 喔不行 因為法裡面你要正面表列 殘忍 所以為什麼他公告主要 作物公告少量多 因為他先把 正面表列一個之外 其他的話 是可以的 他就讓你過去 OK 那所以在這狀態底下的話 那時候說裡面發動很多人力 經過將近三四個月 不斷的搜羅台灣的一些記錄 那很幸運的在指寶界裡面的話 指定界的前輩也非常辛苦 他們有一個台灣職務平坎民會 幫我們節省下很多時間 可是在從此方面他苦了 我從此同事發了三個人力 不斷的搜羅 因為他要從各種情編雜誌 還有個人的研究發表報告 只要是有台灣記錄 他們的地獄就把特務家 一個人去找說 我這樣今天在台灣方校一也找 他要幫我到底是哪裡 我現在的營業粉絲 那個叫做螺旋粉絲 然後裡面的 同物一名的一個辨識 就是讓他區別出來 一個個去確認 就他們很辛苦 那學術旗艦上面有 還有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政府集團裡面 各地區的感染 場所裡面 我發表的票號號 因為大家都是官家 所以他只要說上面有 我就是承認自己 因為他有確認不可能 我這樣一個人建制 或者他們在網頁上面建制 就是像目前台灣文化性的 一個蟲害 或是昆蟲紀錄 或是冰態紀錄 或是蟲害紀錄 他們就一一的去做了 剝裂的手指 另外一個就是說 好 那作物有哪些 主要作物有哪些 就花了將近半年時間去 把地界 一年來 將近十年來的 台灣作物的生產資料 也就是農偶被農娘屬 農娘統計 官方的資料 一個一個把它都包出來 然後再去做整理規則 花了將近半年時間 然後再寫了 我們蘇國社 將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去 用群集分析 然後去把東西出來 到底哪些才能做 不讓所有的生產 就是這樣的 包含大的功夫 那這麼大的功夫 狀態底下 可以說 我們原則是在哪 其實 剛剛講 我們有用一個 害物的觀點來看 我維太陽範圍 這麼大的狀態 我怎麼挑一個 0 你要挑就挑最強 對不對 我挑戰的是那個最強的 就是說 它最不容易防止的 我如果一旦挑戰成功 我這要求你能夠控制 這個害物在上面發生的話 我可以相信 它相同害物在維太 其他植物的狀態底下 我一定控制得住 這個是最基礎的一個邏輯 也就是說 我有一個推斷 我有一個推斷 我要怎麼去推斷 所以變成是說 我們剛剛在選 化作物的時候 我作物要選擇 如果是 它害物對技術專業性的時候 那就很好辦 這通常講 不會有延伸 它就不再去危害 它不會再去危害 其他人 所以你雖然把它綁制成功的話 一般來講 你不會讓它再演進 這是一個影子 另外它的技術 範圍多綁 然後還有它發生的情形 是一年發生一次 還是十年發生一次 還是中年 都在周期性的發生 這類型是專家 他已經判斷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的話 我們那時候提出來 最嚴重的過程是這樣的 如果維太單位 沒有包大 譬如說 它只有利物股 它就到此為止 反而要 我大概就對它有效 那其他方面 因為這個技術化 很讚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去延伸 如果它有素種的時候 比如說蔬衛病 蔬衛病 因為它都會危害 蔬衛科的果樹 所以它在蔬衛科果樹上面 做一個延遲是OK的 但是你要把它延伸到其他方面 詢問 它這個東西更符合 蔬衛科以外的錯誤 讓你延伸它做什麼 無意義 延伸的最重要精神 是這個作物上面 有這個害物 當這個作物加害物的使用方法 來成立的時候 我們才有用料的需求 這才是最奇怪的 那疫病它就不得了 疫病維害範圍很廣 可是它面臨到兩個挑戰 我要怎麼用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要防治病患 跟你的防治技術有關 你是用噴的 用斑的 用針注射的 還是怎麼樣 都有影響到它的藥效 所以在疫病方面 因為它危害範圍 會有上下兩個因素 一個是地上部 一個是地下部 所以當你的藥劑 如果是地下部的一個使用方法 你要讓它放大到 變成是地上部的時候 它是可行的 這在邏輯上是平不通的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會把它切分開 那另外一個 蟲害方面的話 它是一般它取質的方式 以後氣碼類 它危害這麼多 那由於是花氣碼 它會說 它是化 你那個一般的業務氣碼化 它更隱蔽 也就是說 你要噴的話 很難去噴不到這些花氣碼 因為它藏在比較隱蔽的地方 所以我們認為說 花氣碼會比較粗 一定要再進去 所以 還有一句話來講 經過四次了之後 我們才能整定下 因為看所有的藥效包括 不斷的神經出來 花氣碼也好 或是 接鋪氣碼也好 其實它們在房效上面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那時候才抵除那個疑慮 讓你後面的擬聲 讓它們都使用 那另外一個是蠻類 蠻類 蠻類刺激客 那比如說 六月滿內是照應的 它就不適合擴張 就是有登記在上面的話 就把它擴張出去 這樣 所以這是指著座物上面 那病原區上面呢 我們講說 說不易歸類 你說看經驗會有這麼大一個東西 出奇的時候也是不開放 可是你如果看經驗公告 或是前年公告的話 已經開放了 也就是說 不是開放 就是把它公告成一個案例 免疫師因為很多藥劑的使用方法 驗證出來說 OK的 沒問題 不用那麼多待機 所以我們要怎麼把它放進去 可是我們出奇在民主的時候 因為它複雜性太大 先再換 不把那個案例放上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可以說一句話 比如說 它雖然是不同屬 不同屬 可是它對某些特定藥劑 它是具有等級次性的感受 然後怕把它擺進去 它會把白粉菌就不分屬 整個放在一起 把疫病菌放在一起 就不再跟指我把疫病或什麼疫病 然後陸菌全部放在一起 就一隻一樣 就把它規約在一起 然後就分成這樣一個類群 然後蠻的話 就遞到它地上部地下部的危害形狀 然後是刺激是底的 是全入或是害蠻類 然後再把它區分 這樣一個危害的部位 它的生物的特性 它危害的特徵 同時性高的把它埋在行上看看 然後形成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在依照調劑本身 系統性和配系統性的部分 然後再去試兩次 所以要講一個這樣試量下來的話 根據很多案例 還有根據很多領域實驗的報告 或是疫情報告的結果 就是說把它緊化到後來 變成公告法規上面 因為它法規上面挑選 就說你不能產生遺域 一定要正確的正面表現 所以它變作 我遇到生產特性 什麼之類的話 我把生物先分成這幾群 對我們最重要就是水道可供存在 和殺藥這座法 對先分成這幾群 然後反而之後的話 有害生活化和簡單 它是遇到生活的史 危害情性 或是對農藥的感受性多一致 比如我們剛剛講的陸群異比 它如果對這個條件感受性多一致 非常一次的時候 其實不用再遇到什麼鼠 什麼鼠之類 那是很麻煩的 那害物部分的話 代表它有其中化的問題 就是受同群害物危害的作物之為同群 所以我們一個代表使用範圍 就是它含有作物和害物 才叫做一個什麼範圍 那代表作物的話 就是挑那個經濟型 駕駛高 或是受害程度高防治 因為駕駛它的實驗結果的話 可以挑戰比較高難度的話 後面的就比較能夠輕易的時候 這個地方我們至少比較安心 供鹹陣體比較不會那麼高 那危害程度比較高 或是防治困難的害物的話 也是通常被挑路 那所以當這個作物代表使用範圍 做完實驗的話 就可以在這些位置定位 代表使用範圍 還有代表派位的時候 這邊都全部變得可憐色 也就是說我做一個藥劑 它送入一個頂 然後外推 推伍到外面 所有其他人做實驗的行為 這樣就行了 所以我們與 我們最常比較熟悉的 像剛剛請教王晶晶博士 就是像我們在 埃館地部分的話 危害了很多學科 豆科一大隊的作物 這只是蔬菜的部分 還有果樹什麼之類的 當作是整個混在一起 後來是因為 硬硬剛那個情形 使用方法上面的一個 差異性太大 所以他把它採用下 所以在蔬菜上面 如果危害部分的話 我們那時候研判是說 因為在胡瓜上面的話 它氣息價值非常高 當然捷克有很多 氣息價值高的多 但是在胡瓜上面 因為它防治條件性很高 所以一旦在胡瓜上面的白土地 它的藥效能夠 如果能夠通過認證的話 一般來講 後面那些東西 大概有什麼可以 比較不會有 所以只要這邊 通過這個實驗的話 一般來講 它可以令真的 藥效能夠 就含那麼大的問題 那因為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客 因為一般來講 食物保護人才通常不是 遠藝或是農曆出生的 所以當初在 就這個科的時候 是不是要列入的時候 也起了很大的爭執 然後討論 結果說有些人能夠群組化 因為目的要群組化 讓大家能夠方便使用 所以把各種科的東西 都列到那個表的後面 當作固住 那如果對那個科有疑慮的時候 就是說 欸 到底食事花科指的是誰 菊科指的是誰 蔬菜是什麼 我們可以來參考之好 這要把那個 我們是想到把它盡量羅列清楚 那另外就是產油量 我剛剛有解釋過 不是有效就沒事 你還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可是安全問題 實際上是有兩個層 每一個藥用了之後的話 它對這個作物是安全的嗎 也所謂我們常用的 這就是釣汗 農藥試用的話 我對這個作物是不是安全 釣汗 那對人是不是安全 就是農產品上面 就是所謂產質量 那他們的模式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考量是你吃多少 你吃什麼地方 你吃地上 你地下 還是金還是葉還是根 它考量是這個 那你吃多少 所以它是利用它栽培模式的話 那它主要是用消費 不要的消費商量 從產品 然後有預期 這個你還會即時 然後機器這樣子搞 或是說換言之 就是有些是栽培電機 到產量考量中 所以它分了18個列群 那18個列群裡面的話 我們以小葉菜類來講的話 它只要再做完這什麼 芥朗波蒂 鳳花巴巴巴巴 一大堆到青陽菜 這個 只要做完一個 三廠的田間 兩廠時間的話 小葉菜類的這一部分 全部可以當它用 但是從何除外 為什麼 因為在解決 因為作物的生意型態不同 前面這些的話 大部分都是平面式的 就是平面式的 你在吃藥上面 你是指你吃這樣少得多去 可是這個呢 充泛酒呢 它是直立式的 它是直立式的 所以它房子上面的藥量 對它們農藥產業來講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就把它採分開來 充泛酒它在群中 所以這是獨立的 你假如有通過這個 產業量實驗的話 真的都可以讓你去吃 可以讓你去餐桌實踪 所以整個的一個觀念的話 就是在這裡 以前是單一 現在不是的 你看你可以申請蔬菜不決定 所以你要進行藥效實驗 要害 觀察藥害實驗有沒有要害 然後經過產業量實驗 那在釣效實驗的話 你只要去做代表作物就好 同樣一個兵開的代表作物就好 把它找出來 然後產業量實驗的話 也是一樣 找它農產品代表的農產品作物 把它找出來 然後做完這些實驗 經過審查通告 它點的是蔬菜 也就是它的農藥的標示上面 就可以用 這時候農民就可以一直說 蔬菜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蔥可以用 可以 我蒜頭可不可以用 可以 因為它都是蔬菜 我菊科裡面 我現在想要吃 航菊的葉片 假設 不是我吃什麼 什麼波士級的葉片 雞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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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當初 在前面那個產量量他們都會把它存放進去 所以整個一個實驗就橫化了一個藥效實驗 藥害實驗跟產量量實驗 這三個實驗組合在一起 才是法規上面所以農藥燈劑用的田間實驗 所以我們常聽到有一些在燈劑或是在使用藥 什麼叫做田間實驗 其實它隱含了三大塊 一個藥效實驗 一個藥害實驗 加上一個殘留實驗,完整之後,對農藥的藥效負責 對作物的安全負責,對農產品的安全負責 那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會有非常高的風險 這樣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評估的話,當初暗記說 你做這個有什麼效益?效益我們就要報告 就很簡單,我們來看看直保手冊 2010年版還沒有推行農藥延伸使用之前 然後2010年版的話,上面有134種作物 上面有害生物257,我不管 我都當作你每個作物上面都有這個害物 我把它繩上去的話,大概有818種的組合 使用方便是你需要用藥 這是當初已經登記掉 可是文獻呢,我們去整理的話有228種的工作物 然後,顧問一下,我們現在大概有300種以上 你看一層它有8000種 800對8000,差10對 你想看,政府只要看到這種問題 所以要怎麼去解決 所以要說為什麼非常... 如果我把延伸使用的那個作物分金表 一拆來看的話 它有279種作物,還比它多 因為很多都沒有納入到農糧統計裡面 因為農糧統計它一定要達到一定生產面積 或是一定產值 所以它才會納入到資料 那很多都是地方特色 比如說小米 比如說,廠裡面之前為了蜂爐 都沒有納入在收集裡面 可是我們在延伸講裡面都會納入 然後大概270種的海物 您知道台灣已有的幾乎是270種 所以我們找到期間結婉的產生 所以如果讓這些藥在這些上面 都能夠有一個適當的延伸的話 應該可以解決 我們現在理論上 應該可能會需要用藥的問題 那歐盟呢 講到用藥 我們講到說 今天時間是喊散泡壞 藥銷、藥害等產量 但是 廠次呢 它需要幾場 我才能說 我一場做完一場就OK嗎 還是兩場、三場、四場、五場 那以前委託實驗化通常是要求執行三場 而這三場裡面要三個地方 或是你同一個地方 但是你要分不同年度去做 為什麼 其實它很講的很簡單 就是 你在不同的氣候狀態底下 你這個藥 是不是要維持同樣的藥效 那氣候關 關藥劑什麼事 有啊 藥劑的分解可能跟光有關 跟水有關 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是 你態度發生可能跟你的環境條件有關係 比如說 2010年我們從天堅違規的用藥裡面 就很清楚看出來 豆菜類的白股病發生很重 為什麼 違規超過十幾種的藥窮 用在上面 只要能夠防治白股很厲害 你在當年的所有的健身資料裡面都看到 所以我就知道 2010年 豆菜類的白股病很厲害 那跟當年的氣候關 你到了隔年呢 不好意思 只剩下三個藥違規 所以你看看這個氣候影響的條件 我是用違規管才回過回來 你是思考這樣 要不要掉些藥 所以你在害物發生不同的程度 比如說 我們常看到很多藥效報告 它如果 它是在初期在使用的時候 那個藥效非常顯著 你就看出來 一個幾乎九十五以上的房子率 可是 如果說 你超過 百分之三十以上 或是百分之六十五十以上 你摘取房子的時候 你看那個房子效果差到不行 有時候甚至還掉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所以你不同的害物發生情形的話 涉及到你這個藥 它一個效率的 一個藥效的表現 所以在歐盟裡面 它就很簡單 因為它畫的幻圍非常廣 其實它好像是氣候帶 也就是它的氧帶 氧帶這樣子 或是寒帶 所以它要求說 如果你是主要作物商的主要害物的話 比如說它們的賣的秀錠 小賣大賣的百分錠 對它們講 就是主要作物商的主要害物 它要求你至少要有六到十五場 平均你要提供十場的完整實驗報告 而且能夠支持你的實行報告 安全性高的報告 那如果是在設施裡面呢 設施裡面 它一般來講是四到八場 平均要六場 那如果是少量呢 它就放得很重 你只要兩到六場的實驗報告就好 平均也要三場 我們台灣要幾場 台灣很可愛 因為我們台灣很歷史 所以它說你若是新的進來人要的話 你至少要提供國內外三場次的報告 那你想看 我們國內的主要作物的報告 我們所要的 一些作物 瓜類 胡瓜 你只要三場就可以 等同你 人家的這個 很可愛 那廠商還在看國內說 不要那麼多看 我是將近理性嘛 那少量實用的話 我們只要離場就好 最好是完全實驗 因為知道說你這個劑量不是亂用 不用故意去提供 這樣一個程式 那如果說 你一個 舊的藥 但是要新的使用方法 我們還是建議你三場 因為你三場的話 至少要確保 當它被延伸出去的時候 你農民在使用上面的有效性 還有對它安全性 我們都有受到 一個一個驗證的詳細 那整個的歷程就是這樣子 2003 2009年3月31日公告以後 移物改 改到去年的5月1號 為什麼 它因應有限制面 你田間農藥的一個使用違規案 發生的一個情景 你田間農民上的一個需求 都有呼籲 政府要解決農民用藥問題 還有廠商他說 你這樣給我太多限制 我給我沒辦法 國外好的藥劑 新的藥劑引進來 所以你不斷的在改 那不斷在改的方面的話 我們就想說 你製度已經創立了 那你要怎麼讓它去做 就是應用面 應用面很複雜 那很複雜 我要把它簡化 讓大家能夠快速開發 就是第一個 你要有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的話 目前的話 不建議個人 因為你個人的需求 不等於政府的需求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團體 或是一個組織 或是一個制度的需求 政府不會重視 一樣的道理 就多人政治 所以申請單位 可以為農會 最小單位的人 採校班 農會 政府 改良場所 甚至發言一舉 因為運行的關係 他都可以提案 他提案通過的話 就會立案 立案經過評估小組 就丟到我們所裡面 我們評估小組 評估小組還會介紹 然後花一個月的時間去審查 去找資料審查 然後提出意見書之後 然後送到我們所裡面 有個每個月在進入基礎之前 出審會 花更多能力 然後把資料 經過 因為同案基礎質疑會 是環檢疫局的選擇 他每三個月要召集一次 同案基礎質疑會 然後就裡面這些案子 送進那些案子 他去你審 審一完之後 如果公開的話就公報 所以你如果試著想看看 當你提出一個案 要經過通過之後 要幾個月 最快四個月 對不對 最快最快四個月 而是因為公告之後是農房有使用方法 可是殘留量沒有使用 沒有公告 為什麼 殘留量公告不在農房 是在衛生部 所以他們通過完之後 他們還要在一個支線 送到衛生部去 要求他們通告農許量 可是農許量是 全世界是什麼作業呢 他送到WHO還是WTO 我忘記了 WHO去公告至少三個月 其他各國沒有議員之後 國內才會整理公告 所以你又落差又落差 三個月 這時候你違規了 被抽到怎麼辦 衛生上會怎麼辦 暫緩不辦 就這樣子 就暫緩不辦 後來要求說 要同時通告 所以有時候案子進來 要等到衛福部那邊 MRL 就是安全容許量公告之後 才同時通告 所以有時候案子 其實已經通過了 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進到我們整個評估小組裡面的話 我們國內就是 拆分成有效病毒小組 跟安全病毒小組 然後要效部分的話 去看就是使用方法 然後要派部分的話 就看這個安全 做過安全 那產量量的話就是看 他的那個容許量 然後根基容許量 來配布他的安全採收率是多少 這時候你用了之後 多少墊之後 你來採用 直接使用方法是OK的 那在這種狀態底下的話 我們要對使用方法 要做一個剛剛 給大家一個強迫的 重複的一個印象 就是一個使用範圍的話 我們講 在農藥上面 一個使用範圍 是指錯誤加害物 那錯誤加害物 它可能是一對一 比如說葡萄露酒地 就單一的 那也可能是一對多 也比如說乾脂 但是它藉口種類 可能有粉藉 鈉藉 原藉 軟藉 這麼多類型 但是它就是藉口種類 一對多 那也有多對一 比如說前夜營 或是蔬菜入菌病 那蔬菜我就不管是哪類的蔬菜 只要它上面 有入菌病的一個紀錄的話 我們就會給它用 可以取核用藥 雖然它是用蔬菜醬飲 多對一 那所以一個使用方法 就包括那個農藥的劑量 證明它一些 要特別加入的事情 所以我們每個月 都花那麼多人力 就在那邊一直盯著看 看這些所有的資料 然後給了有效性 跟安全性的評估藝借書之後 然後再通過 不通過 還有保留的原因 什麼都要寫清楚 然後再送到 會診之後的話 就送到 市議會去審議 那市議會審議通過就OK了 就可以當作用 所以我們從 改到什麼多版本裡面 其實不斷的在增加案例 那增加案例裡面 在去年度到新年度 最大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嘗試用作物科別 為一個主軸 也就是你這銅科作物裡面的話 你從果花葉金跟 你只要任何取實度優化 它在農藥產 由農水灘那邊 它都一定考量 以前 以前之所以很痛苦 原因是在哪裡 譬如說我們藥效方面 通過是鬥科作物 對不對 那鬥科作物我管你什麼鬥 我都可以用 管你是鬥鼠 我也可以用 因為它鬥科作物 因為它有排穩定的話 它都同時在危害有紀律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血鬥合作物就好 我不管你什麼肝鬥 什麼死 什麼業鬥類的 就這樣 所以到了產權量那邊 它變拆了 我肝鬥沒資料 所以肝鬥就保留 什麼就保留 就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嘗試 要把它整個整併在一起 像一個立體的狀態 那 在應用的過程當中的話 除了剛開始出取政府的主動 回收性的主動去辦理之外的話 然後近年來 就是因應地區特色的作物 或是新興作物 還有農業殘留監測結果 不斷來解決現實面上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例子 比如說剛才廠他們提出來的公爐 剛才廠他們提出來的 像沈黎華 就是所謂的稅林 還有平東 潮州農會產銷班 他們提出來的黃金果 有點利的問題 可能還都沒有藥 然後經過這樣一個延伸 我們提供這麼多藥 雖然裡面很多可能是重複的 因為它這個計算方式 是不同的成品來計算 那可能有些是相同的藥 所以這方面其實也不如消毒 就是能夠讓它能夠實用 那在豆柯上面的話 就最近每次到了冬天 就聽到什麼鬥有違規 違規的原因也是在這 因為都沒有藥 最延遲 我們根據國內已經有了紀錄 你看 豆柯的版本也是最常見的 那菜豆方面的繡布也是最常見的 可是你沒有任何的根據用料 這是很詭訣的一件事 因為市場太小 廠商不會給你登記 你政府不要負責任 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在害存方面也是 所以在整個這樣的優惠的話 我們是認為說說 整個的延伸的話 它是從沒有到無號 是對少量作用的 以同適當的藥氣總共 那從多到少 也就是多樣化的藥氣總共 最好不同的作用機制的藥氣給它用 它可以輪替 減免這個害物在管理上面 能夠減免抗壓性的問題 然後如果在 這不斷的作物 新興的作物 不斷被引進 那害物因為環境的條件的改變 比如說剛剛講的那個 鑑定的案例的話 它不斷的變化 當然有效果怎麼樣 因應這一個重要的需求 那在登記管理上面的話 我們因為它現在是有一個點 擴展到一個面的狀態底下的話 它所提交包括了試驗品質的要求 應該要跟國際一次 不要讓人家笑話 另外就是我們在這種專案講 我們可以節省試驗跟登記的成分 也提升農業廠商 它引進藥氣 它直接跟國外要求 授權這些方面的資料的使用 就不要在台灣再做實驗 不要再為了授權的做實驗 這樣比較麻煩 然後還有一個配套措施 怎麼樣執行面 它也具有彈性跟德性性 那我們的長官都很重視這個三星 我還是寫三星兩星 那兩星不要寫 會不會來誤會 因為政府關心 因為政府部門的話 它對消費大眾 對農產品安全的取決 還有農友 我一定要用藥 不然我現在在這種方法 沒辦法快速的達到防治的目的 但農友方面 因為它有一個藥可以用 所以它可以放心的去處理 那消費者因為政府在管理 這方面是農產品上面的一個安全 我不是只管用 不管吃 這樣就造成一個不平衡 所以這種創意 我還是結尾 希望我要再三強調 這是一個團隊的工作 沒有這些長官 還有當初 王理事長 他這樣來說 提出這樣一個夠強化 實在是你放心 而且執行過程 很多困難的工作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需要更多 對不起 稍微離辭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謝謝李博士 這的確是一個 很艱巨的工程 他給我們一個歧視 就是說 要做官的話 要當他一天 我當初在推這個 exploration 快退延伸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理我 後來是因為真的是 生物雄主委 下了一個命令之後 就開始放起來了 到現在 真的是延伸了 大概有兩三千種出來 但是還有很多 紅絕沒有保密 不起來了 像是 林東的紅豆 高雄的紅豆 即馬上這樣推一個 叫做 分布 定的殘留容許量是 0.002 安全採取是定二十一天 那這些事情就是 海洞 你如果從來告給報死就對了 這樣 然後我們去反映 我們的一些相關的長官 告訴我們 昆布你不會有問題了啦 因為明天也要禁掉了啦 你是怎麼崩位你知道嗎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我想就是有時候 農機或者是農政單位 也可以主動來要求延伸 像最近我們做了一些 白粉菌在花蕾上的試驗 我們發現一個料金非常好啊 叫做保麗塑膠 他就是P 他那個LD50 15000ppm 免併殘留容許量 然後對套利也有效 然後對這個 做非美品也有效 像這種的話 我想 改良廠也可以提 廠商也可以提 防檢區也可以提 這個任何作物都可以用 就像那個 痰痠清潔一樣 我們做白粉菌出來 他試驗的效果非常好啊 這次你應該也是可以把它延伸到所有的作物都沒有問題 他也就不會阻害 他上後又沒有殘留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齁 我在做中間我該給一個人 真的會主動的去付出這些東西 那當然我們最後還是要感謝齁 不是啊 沒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客氣呢 你們的問題我都給你們問了就對了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點多齁 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謝這個當然 我想最重要的一個齁 就是我們李博士 那一些長官的支持啊 那當然就是 緊隨著長官的路情話 出一支水而已 真的是用力最深的就是我們李博士齁 還有我想應秀應該也出了很多音 最後我們給他們熱烈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